為什麼要離開 是我們嗎 對 好 我會忍住 他有十口誇 有 剛剛我一直在 反賣過的那種 一直說他很屌什麼的 然後他們剛剛就說 明星可以一直說屌嗎 等到你把這首歌寫完 我一定會把你填上 最厲害的詞 所有的人都會知道 Kate & Queen 是最強的黃金創作 黃金 范孝勳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影集版上演揪心虐戀 比起電影版 延伸出更多 學生時期的校園場景 一見面就大打鬧鬧 好吵喔 你才吵八怪 好吵喔 你看 戲裡面看到很多霸凌的部分 大概就是 黃金跟導演一起想出來 然後 導演 對 就是我們都會玩一些 屬於我們自己的有趣的梗 然後讓整個片裡面 除了悲傷以外 可以建立更多的是好玩的東西 他打真的認真的打 對 就是打斷兩隻哨疤 你知道嗎 沒有 我一天真的沒有瞎這麼重手 可能是我欠打拔 可能是我欠打拔 沒有 不去胡說 沒有 就是 我一開始就想說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那種小推 然後就是那種 然後可是因為導演就是 你知道導演有一個很可愛的娃娃音 然後他就默默走到我旁邊 來跟我說 圓圓那個 我覺得妳可以再打他低一點 然後我就真的可以嗎 他就 妳等一下把他的鞋子脫下來 然後 然後我想說 OK 就是用個這麼溫柔的聲音 然後講一個非常可怕的話 導演 妳真的這樣子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子很可怕 好的 進來就是要做是不是 好的 好 好玩 你回去有搖晴嗎 可是沒有搖晴 他心裡搖晴 就說天啊 這永遠真的會想要這樣打人嗎 請問那個有幾分是妳真實性格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我平常是很溫柔的 真的嗎 真的 幫他上字幕 真的 你走 我那個 OK 好明顯 我平常是很溫柔的 好 黃金各種花式打法 讓范孝勳招假不得 但兩人在劇中 卻注定悲劇收場 一場場痛心哭泣 連眼睛都受傷了 我方向感很差 妳一定要 妳一定要快點快點找到我 眼角膜就是那一陣子 因為就是哭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可能公室 又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就是 眼睛乾了之後就要拔掉 然後想要再換新的 然後在那個拆拆拔拔的過程中 就是腳膜就受傷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其實有一些戲 如果我看起來比較深情的話 就看起來是那種 很迷茫的眼神的話 很有魅力的時候 對 應該是我沒有戴眼鏡 大概是這種看不見的感覺 妳有沒有哪一場是比較 就是哭得真的 已經快喘不過氣來了 有一場戲是 真的 在那個 有在預告裡面 但是這是我的背影 其實那只是帶一個背影 可是情緒非常非常重 然後就想說 那時候想說就來 會就是很 就是百分百應該去那家庭這樣 但那種其實滿緊張的 因為就是 天光啊 對 因為很怕就是 要日出了 然後我怕那個時間 大家會來不及 然後邵軒他幫我一個很大的忙 他就是走到我旁邊 然後就跟我說 就是我會在幾期的後面 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回頭看看我 我就會在這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他一講這樣子的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在圓圓的那個狀態 聽到K這樣告訴我 我就覺得那個情緒 很快就出來 我警告你喔 你以後不可以再吃泡麵 不可以吃冰 因為那一場戲 其實我 連我自己都不太敢去看 是因為 那時候其實在拍他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說 你不用擔心 我都會站這樣 我就躲在棉被子 然後就去感受這一切 我真的我連看都沒有看到 但是光他哭的聲音 其實我那時候都覺得 那張哲愷是不是 不應該做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有的時候 其實拍到後面 出現的感受 會懷疑說 那此刻到底是 范少鑫的感受 還是張哲愷的感受 像在拍 很經典的在那個 電影裡面 電影版本裡面 有在天橋上穿完 試玩婚紗 然後 宋圓出現 但是在那個幻影裡面 他漸漸不見 如果你發現 我沒找好的 那些牽強的用 那場戲 其實是只有拍我這邊 然後王靖那時候 已經收工了 他今天換自己的衣服 但是他陪我拍到最後 然後他每一刻 都在鏡頭後面 真的站在攝影師後面 他很長的時候 就還會 擋到攝影師 攝影師說 不好意思 這邊我要加雞尾 但是 他都會站在一個 我看得到的角度 陪我把這些戲拍完 講了一點 其實在下半場的時候 跟弟弟朱宣洋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感覺 我跟王靖第一次見面的感覺 就跟 跟朱宣洋的封面一樣 很奇怪 其實我們不認識 非常陌生 試鏡的時候 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 那個頻率吧 很快的 就把我們搭在一起 我只能拜託老天爺 再給我多一點時間 在那個能照顧 Krin的人出現以前 竟然好在活久一點 有的時候我真的會懷疑說 生命的人 真的應該是這樣 或者是 王晴 希望你可以陪我過 最後一段日子 我有時候可能 自己心裡都會懷疑說 那我這樣是對的嗎 但是 他永遠會給我 最大的鼓勵就是 那是 那就是屬於你的張哲凱 所以 其實到後面的時候 很多東西 不管是情緒也好 樣子也好 我覺得都是因為 你是宋媛媛 你肯定了這一切 而這些事情才成立 那想問宋媛媛有沒有就是 因為對方到最心動的瞬間 其實有一場戲在家裡的時候 就是我第一次跟這個男孩說 就是 從今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一家人 從今以後 我們就是一家人啦 因為我有看完全部的劇本 所以我當然知道 這句話 對當時的兩個小朋友來說 意義是有多麼的重大 對 然後那個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有演出了一個 那種張哲凱 就是有一種 找到歸屬感的那種 很放鬆的感覺 幹嘛 爸不呆 怎麼樣 跟我當一家人 很勉強你是不是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是貼得很靜然講話的 然後那一刻他那個眼神 有讓我心裡面有想說 就是這個男生 真的就是 是一個 很好的人這樣子 戲裡面有一個吻戲 這是在電影版本裡面沒有的 吻戲也接近是我們在 最後面的時間拍的 我覺得哲凱的狀態 建立在犯少女身上 已經越來越清楚跟明顯了 那時候是看到張哲凱 用自己的方式去自私的 去感受最後一刻 所以我非常喜歡那個 那吻戲的部分 王靖也是覺得 滿印象深刻 對我來說是悲傷的 因為吻也沒能吻幾次 是覺得有點可惜 這應該不會 不是 就是 大約可以很虛强嗎 我一直說以角色來講 這真的就是也是 是他們的 算第二次接吻 但是就是 也是最後一次了嘛 對啊 所以那個當天的情緒 其實好難過 那因為你們拍滿三個月嘛 那就是相處下來 有沒有就是先撇除角色 你們個人 有沒有互相覺得誰 哪一個優點 可能是你們的理想心 就是我們可以打 就是講一些白癡話什麼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很認真地分享 就是心事 對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體貼的人 對就像我講的 全世界的人都不願意給我 開車的時候 就他可以 因為他知道我多想開 對但他就是會 很認真地就坐在副駕駛座 告訴我說 你開車就是 有的時候你如果需要急殺的時候 你需要按什麼警示燈什麼 就我到現在我有時候 自己開車的時候 我在比如說按警示燈 還是開在高速公司上面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那個時候 其實是小學教我怎麼開車 因為我們一起經歷過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一起看過日出 然後我們一起去看過 顛倒世界 就是在這個戲裡面 很開心有一個人 有點像宋女員 但有點像王靖 但這個人懂我的浪漫 我覺得這是在生活當中 你會被這個人吸引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分享 但是有可能的 你的好朋友聽不懂 但是跟王靖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個人 都會懂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個是 我覺得更動人的地方吧 半少勳最迷人的地方是 一 二 三 眼睛 你怎麼感覺 剛才一出來 你就比較開角了 因為剛剛問過一樣的感覺 覺得王靖最漂亮的地方是 一 二 三 眼睛 對著鏡頭來一個Wink 我先把眼睛進來一下 我好像是 可能都是被我今世的那個眼神 給迷到吧 這一集嗎 好 少勳也來一個好了 我們當了這種 Wink是要單眼 單眼 Wink是要單眼 請問是摩頭殺還是背後擁抱 一 二 三 摩頭 女生好像會覺得摩頭殺 就是 因為她在劇中 也有對妳摩頭殺 對 我很喜歡 被摩頭 很喜歡被摩頭 常常對女生使用過這張嗎 沒有 不會隨便去摸別人的頭 摩頭 妳要做造型耶 對啊 不要躲 到底是不是生氣了 請問范少勳喜歡穿三角褲 還是四腳褲 一 二 三 四腳褲 四腳褲 為什麼是四腳褲 四腳褲穿起來比較智障 大多數男生都不喜歡穿三腳吧 除非工作要穿比較悲的褲子 我聽說的 我聽說的 他們沒笑 請問王靖覺得自己最性感的時候 一 二 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種默契 就是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是我們最帥最漂亮的時候 所以四點半的時候不能放點心 因為那個時候 而且是消光 自然光又很漂亮 又不是頂光的時候 下一題 請問范少勳是 犬系男友還是貓系男友 一 二 三 我叫犬系 因為牠很貼心 然後牠非常非常的照顧人 然後都會把就是 就一直很關心別人的狀況是什麼 但貓系感覺比較傲嬌吧 我不曉得我養貓 可能因為我狗比較呆 我就跟我狗比較像 OK 狗上主人了 下一題 請問王靖最害怕什麼樣的男生 一 二 三 暴力嗎 我不喜歡就是情緒太 情緒勒索的暴力 一種是這個 我也不喜歡有時候可能 有些男生就是生氣之後 會有一些很大的反應這種 我不喜歡 我喜歡好好講話的一種 最後一題 兩個人除了工作最常聊的話題是 一 二 三 音樂 對 對 拍拍拍拍拍拍拍 謝謝獨立音樂吧 然後那時候拍的時候 很常用音樂在聊彼此的感受 我覺得在戲裡面 好玩的地方是 哲凱跟宋明媛很多時候說不出口的 我覺得在現實生活當中 范上勳跟王靖在拍戲的時候 有很多感受也是 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或是不知道怎麼表達 那我們會用音樂來去 告訴彼此 那這一場戲我的感受是什麼 或者是拍完這場戲的時候 我的感受是什麼 對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是 音樂是我們最常聊的東西 我愛的人 愛上你的胃口 王靖和范少勳的好默契 詮釋出全新的張哲凱和宋媛媛 要帶領觀眾再次深刻體驗 可以和Cream 虐心的愛情故事 主題